多的无处 这一般人不开悟是什么 自己没有去做 也不愿意跟人讲 凡是遇到人都是杂心鲜化 他怎么会开悟啊 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啊 深深体会到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我初学佛的时候 听到这句话 有怀疑 总以为释迦牟尼佛上课的时候 跟大家讲解 那么一天几堂课 难道每一天都是八个小时 四十九年不中断 以后才完全明白了 释迦牟尼佛除非不开口 开口所讲的就是这个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场所 对一个人还是对多数人 都一样 从来没有一句话是废话 只要开口 都会叫人得利益 不但言语啊 身体动作也不例外 动作是身教 动作是什么 动作就是戒律 你把释迦牟尼佛一天 行仪 记录下来 那就叫戒律 戒律不是他发明的 也不是他制定的 是什么呢 是他日常生活行为 就是这样的 每一天都如是 无论你在什么时候看到他 在什么场所看到他 戒律时啊 行为示范了 一举一动啊 都是世间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母饭 小四从穿衣吃饭 我们讲了穿衣 有穿衣的像 吃饭有吃饭的像 这个佛家的人所讲啊 三千为夷 八万细心 他有没有说可以去做 没有 自然的 我认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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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